嘿,我是大迷 小小一片茶叶影响了世界历史 比如鸦片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 都是因它而起 现在你所知道任何一种茶都是中国发明的 包括这个抹茶 在古代,全世界人民喝的茶都来自中国 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饮用的 已经无从考证 传说神农长白草 这白草嘛,有毒没毒都有 神农挨个长 轻者跑度拉西 重者昏迷 晚期就是植物人 神农也有办法,喝茶解毒 从此,茶就成了解毒的特效药 西周时期,这个种茶树开始有了记载 到了三国时期 吴国孙浩,大宴群臣,以茶代酒 这是最早被载入史册的饮茶记录 一开始人们把茶做成茶饼 或者是球状方便运输 等到什么时候想喝了 拿出茶饼或者是团茶放在火上烘焙干燥 再磨成粉末,抹茶就这么诞生了 当时唐朝管这种喝茶方式叫做煎茶 唐朝的僧人特别爱喝茶 因为打坐念经容易犯困 喝茶可以防止打瞌睡 到了宋朝,唐朝的煎茶法不再流行了 宋徽宗开始玩点茶 还专门写了一本饮茶的书《大观茶论》 皇帝一带头,底下的文人默课也都有样学样 这就是今天日本抹茶的起源 宋朝时期,大量的日本僧人来到中国 不仅学习佛法,还养成了和中国僧人一样饮茶的习惯 回日本的时候,还顺走了茶树种子和点茶的记忆 到了日本的茶,被日本僧人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 茶文化慢慢融入了宗教、哲学、道德、美学 成为了文化艺术活动 发展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 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抹茶是日本的 其实它是中国发明的 造成这样误解的原因是因为点茶在中国的末落 自明朝以来,朱元璋开始推广散茶 因为之前这个茶饼或者团茶的制作工艺复杂 价格高昂,茶成了有钱人在喝得起的东西 而散茶制作工艺简单,直接把价格干了下来 茶正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明朝万历年间还因为茶打了一仗 1572年,9岁的明朝万历皇帝刚刚登基 张居正主持朝廷的事务 当时茶叶贸易,朝廷垄断 因为朝廷定价过高,导致思察反弯 为了打击走私,张居正暂停了茶叶边境贸易 这一关导致北方的女真和蒙古坐不住了 北方游牧民族主要以牛羊肉、奶 这类燥热油腻不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而茶不但可以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素营养 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 明朝不卖给他们茶了,等于要了他们命 建州的女真首领王乌棠 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延提出 只要能开放青河茶马胡适 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就是做人质 但是明朝仍然没有同意开放茶室,于是一场 因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青河堡战争 打了三年,蒙古各部死伤惨重 明朝方面也好不到哪去,伤亡不计其数 最后还是重开茶室才平息了这场战争 英国人爱喝的红茶也是明朝出现的 一项以团茶龙凤饼著称的五一贡茶 在改制散茶时,因为制作散茶的记忆落后 生产出来的散茶品质低劣,走入了有史以来最低谷 有一次,茶农收来新鲜的茶叶 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及时的制作,导致茶叶发酵了 不过这些发酵的茶叶仍然被做成了茶 漆出来一尝,口味还不错 慢慢的受到了茶商的青睐 就把这种发酵的茶称为红茶 因为红茶的保湿漆要比绿茶长 所以在大阳海时代,荷兰商人把红茶带回了欧洲销售 一开始英国人是喝咖啡的 后来英国的咖啡馆开始销售绿茶 他们把绿茶包装成包治百病的东方灵草 不过因为绿茶的保湿漆有限 运到欧洲的绿茶也就不这么好喝了 1622年,葡萄牙的凯斯林公主嫁给了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 凯斯林公主喜欢喝茶 她的陪嫁中就有一箱来自中国武夷山的红茶 在她带动下,整个英国皇室和上流阶层都开始喝茶 并且很快就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 而且茶有抗菌成分 18-19世纪,英国城市化特别快 尤其是伦敦,人口密度大,排污系统落后 人们喝的水不干净,饮茶后就不容易得传染病了 当然在茶普及前,工厂里的工人是常喝酒的 来代替不干净的水 面对飞速旋转的机器,上班喝酒无疑是玩命的 于是乎咖啡馆越来越少,茶馆越来越多 慢慢的整个英国都爱上了来自中国的红茶 但是茶的进口量是越来越高 当时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是美洲 英国用来与中国交换茶叶的白银大都来自美洲 但是美洲的白银是越挖越少 再加上英法七年战争刚刚结束 国库亏空,英国人坐不住了 再这么喝下去,国家就得破产了 于是英国人打起了远在北美殖民地的歪脑筋 英国宣布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北美茶叶销售 价格低于当地茶商的50% 这样一搞,北美当地的茶商就没完活了 1773年12月16日 一群美国人调装成印第安人的模样 潜入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一整船的茶叶一点没剩都倒进了波士顿湾中 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请查事件 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 不过独立战争是从北方开始的 美国南部的农场主不太愿意从英国独立 因为独立后出口英国的商品会加关税的 这让南方农场主少赚了很多 因此为之后的南北战争埋下了隐患 这是后话咱们继续说英国 红茶在英国普通家庭普及后需求量大增 反过来英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却无人问津 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 英国也越来越穷 1701年到1760年这半个世纪里 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非常巨大的 英国的白银几乎耗尽 在此期间 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 美国独立了 不能继续压榨了 于是这次英国又蹦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他们取代了印度政权 成为了印度国家的实际控制人 然后逼迫印度人大量种植鸦片 垄断了整个东亚鸦片贸易 然后将这些鸦片卖给清朝的商人 大批的鸦片进入中国 英国通过贩毒解决了贸易逆差的问题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进入到了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当时中国是世界茶叶唯一的供给 为了摆脱对它的依赖 英国人一方面将鸦片情效到中国赚取白银 另一方面则寻求根本解决之道自己种茶 苏格兰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 被东印度公司派到五一山 偷偷的购买了两万柱茶苗 又聘请了八名制茶工人 尝试在印度种植中国茶叶 但英国人很快就发现了 中国茶难以适应印度炎热的气候 1823年 英国探险家在印度的阿萨姆地区 发现了一种新品种的茶树 这种茶树比中国茶树更耐热 这就是阿萨姆红茶 英国人终于摆脱了中国红茶的垄断 后来19世纪末从福建引进的茶苗 也在印度大吉岭地区扎根了 这就是大吉岭红茶 好了看到这里都是真爱 希望可以点赞加关注 十分感谢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吧